说什么 快来收药吧 这原来是公公娶儿媳妇 宣将应该是春秋时期最惨的女子了吧 先后嫁给父子三人 又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 作为弃国公主 她本来被许配给卫国太子继 没想到却被太子的老爹魏宣公看中 强行将未来儿媳收入自己的后宫之中 这并不是魏宣公第一次干这种违背伦理的事 很早以前他就趁着老爹卫装公生病期间和庶母一江在一起 生下的儿子正是太子继 无力反抗的宣将只能选择屈服 生下了公子兽和公子兽两个儿子 公子兽为人正直 和太子继关系相当融洽 而公子兽别看着年龄小 但为人却阴险狡诈 一直想要取代太子继成为魏国的储君 仗着父亲魏宣公对他的喜欢一直不把太子继放在眼里 甚至诬陷太子继想要谋反 公子兽看着弟弟如此无礼 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宝 公子兽和太子继并不知道 就是这一巴掌即将断送两人的性命 气急败坏的公子说跑到母亲宣将面前挑拨离间 妈妈你没良心 是个淫妇 她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母亲原本是我的媳妇 你叫做爹 理所应该 她还说 一江原本也是父亲的叔母 到头来 不也做了父亲的妃子吗 总有一天 父亲会把魏国的江山 变成宣将 一起都还给我的 好家伙 这小子编故事能力实在强 不当编剧太可惜了 但在宣将眼里太子继可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 很难想象会说出这种话 宣将非但没生气反而有一丝窃喜 如今魏宣公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 他也想为以后的人生做打算 为了试探太子继如今的真实态度 宣将特意将太子继叫到了他的房间 这是宣将17年来第一次正面看妓子 看着眼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宣将再次回忆起17年前即将嫁给妓子时的情形 时光一世曾经本应该成为夫妻的两人 如今却成了庶母和儿子 两人的内心都百感交集 而吉子却是个守规矩的人 见到宣将立马叫起了庶母 不知庶母召见有什么吩咐 这一生庶母让宣将内心多少有点不适 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吉子 现在国人都对你父亲践踏周远 将儿媳当作妃子的行为不满 很有可能会被国人推翻 能拯救魏国的也只有你吉子了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 然而吉子却一正言辞拒绝了 恕无此言 将献吉子于不忠不孝 忠 孝 他忠吗 孝吗 你身无一疆 本身你祖父的四妾 这难道你不知道 而我原本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 也被你父亲占为己有 我看不出他的忠和孝到底在哪里 按照你们老魏家的规矩 他也应该把江山和我一并还给你 此时吉子的内心陷入无比纠结之中 他的父亲不遵循周连 但他不能学父亲的所作所为 于是拒绝了宣江的说辞 不 我不让你走 你别走 吉子虽然没有回答 但他的眼睛已经说明了一切 摊上这样的父亲他也没办法 一把拉开宣江头也不回走了 自此以后宣江也彻底黑化 两人见面的事情也被公子说 添油加醋告诉卫宣公 卫宣公一怒之下将吉子打得皮开肉绽 卫宣公本来就对抢了儿媳妇一事耿耿欲怀 再加上小儿子公子说为了获得军卫挑拨离剑 于是决定铲除吉子 一场父亲诛杀儿子的行为即将发生 感谢观看